长榮海运他们宣布了出售子公司超过3.2万只货柜 预计处分利益是20.5亿元 有望在年底之前可以任列这个业外的收入 几乎可以弥补今年前三季亏损的21.9亿元 要不要利拼全年的获利可以转亏为盈 货柜海运产业面对沉重的运能功过于求压力 尽管全球航商多次祭出运价调整策略也无法改善 导致长榮海运累计前三季税后亏损高达21.91亿元 每股税后净损0.63元表现不理想 长榮海运宣布出售子公司清标海运32265只货柜 总交易金额上看21.91亿元 每股贡献获利约0.59元 渴望在第四季入账等于吃了颗大补完 只要第四季本业营运状况改善 或是业外有其他项目贡献 全年财报转亏为盈机会大增 新兴国家还是一个8-10%的一个成长 看起来也是跑不掉 年明年来讲还是不错 其实长榮海运从今年开始陆续取得 1.38万吨20尺货柜轮 到2014年9月 同类型船队规模将达到10艘 长榮海的大型船队将在未来两年陆续就位 单位营运成本 渴望进一步与国际龙头航商并驾齐驱 菲营运成本